重庆两江新区第一人民医院 临床心理科 心理治疗师 最近全国各地企业陆续复工 一些朋友反映 最近全国各地企业陆续复工 一些朋友反映 白天起不来 晚上睡不着该怎么办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 如何一夜好眠 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早上起来第一件事 马上起床不赖床 第二件事 打开窗帘 对于睡眠不好 但要保证早上工作学习效率的朋友 拉开窗帘能让自然光线进入眼睛 触发身体内部的觉醒系统 激发一天的活力 如果是阴天 请把灯光也全部打开 然后再去穿衣洗脸吃早餐 这样的光照疗法 可以很好地帮助我们 调整紊乱的生物节律 中午趴在办公桌上 或靠在沙发上补觉合理吗 我们的建议是 避免过量补觉 并且不要在床以外的地方睡觉 白天酒睡 会妨碍夜间睡衣的自然降临 眯半个小时 或者中午闭着眼睛 做一套放松训练 就可以起到养精蓄锐的作用了 晚上在床上办公怎么样呢 这也会干扰睡眠哦 请让床成为只用来睡觉的地方 避免在床上做其他的事情 办公 玩手机 看书 都不要在床上进行 可以在卧室之外的地方 把你想做的事做完之后 再回到床上休息 躺下睡不着 夜间总是醒 怎么办 躺到床上 发现自己不困 翻来覆去睡不着 如果这种情况超过20分钟 我们就起床 离开卧室 听一听舒缓的音乐 做一做放松训练 正念冥想 也可以看一本枯燥的书 直到有睡以后 再回到床上入睡 如果夜间醒来超过20分钟 也要重复上面的步骤 坚持让每天的在床时间 不超过7个小时 只需要一周左右 睡眠效率就会提高 这里教大家一套 助眠放松训练 做三个深呼吸 握紧双拳 双臂弯曲 使二头肌拉紧 双肩用力向后靠 使背部肌肉拉紧 收腹并拉紧腹部肌肉 紧闭双眼 紧皱额头 咬紧上下颚 抬高下巴 紧闭双唇 伸直双腿 脚尖上翘 使大腿和小腿的肌肉 都拉得很紧 保持全身姿势 五到十秒钟 然后 一下子 完全地放松下来 重点去体会 全身放松的 惬意之感 这样反复练习 可以帮助睡眠 专家提示 白天起不来 晚上睡不着 该怎么办 一 早上不赖床 二 打开窗帘 自然光线进入眼睛 触发身体内部的觉醒系统 三 避免过量补觉 并且不要在床以外的地方睡觉 四 避免在床上做其他的事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